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看着他以后可能会守戒了 会境界提高了 只能经常的去度化他了 给他做出一个榜样的力量 你看看师父平时跟你们经常讲 做人要有榜样的力量 对不对啊 你自己守戒了 他不守戒慢慢他会看着你的 你看比方说师父平时有时候跟人家出去 你们这些弟子全部合掌 有些人不学的跟着你们也在那里合掌 这不就是影响吗 对不对啊 对 是因为人总会拥有某种优势 某种能力 某种成就 那使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感觉呢 优于别人 越过他人 那心理学上讲的就是 具有优越感的人是常常容易 以不适当的方式表现出这种心理状态 比如说像高啊 固执啊 或自我欣赏 那就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 那请问师父 心理上的这种优越感是否 也是分别心的一种表现呢 请问师父如何智慧的来提醒佛友或者同修呢 感恩师父 首先呢 心理优越感呢 那是人 人之常情 你那首先不要把它看成一个不好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呢 一个人 比方说他有优越感的同时呢 在心理学上讲的他又有自己心理的一种 我们说的一种成就感 你想想看他有没有成就感 他有优越感 他一定有成就 有成就的人 他对社会 对人类就有贡献 所以他拥有这些高傲 只是他的经济还没到位 你明白了吗 比方说 你又有成绩感 你又做得很伟大 但是呢 你又很低调 那这个人境界更高 但是你不能说他因为有成绩了 他做得很好了 他就不可以有一点点的自我欣赏了 自我心理平衡了 你知道因为有些人呢 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的话 他缺少一种心理的平衡 他觉得我跟你们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在我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有些时候它是一个正能量 有些时候是负能量 你说的骄傲它是负能量 对不对 但是你要说 人家无意当中把它请到个舞场了 跳舞的地方 他一想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是学博人 我这些东西看都不要看的 这么恶心的东西 你说他是不是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呢 我明白 对啊 有时候他这一种 他就是看这个能量体是怎么运作的 就像我们说的 科学家有时候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帮助人类的 但是有时候被人家人类利用了去做坏事了 你能说科学家生产出来这个东西不好吗 对不对啊 嗯嗯嗯 就是这样 人家盒子发电站一样 对不对啊 盒子发电站生产出来盒子多好啊 给人类很多没有电的 全部用盒子发电 那么当然每家每户都 万家灯火都很好 但是问题用到核武器方面就不好了呀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 要要要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的 所以不能一概而说 因为人有时候有一点点的 比方说正能量的 自己正能量的一些 比方说一些 具入屋你而不染 对不对 对 你能说到不好吗 有的时候我们学播的人 出去看那些烂人 那些女人啊 做那种烂事啊 男人们做这种流氓事情啊 你看我们会很厌恶的 我们就觉得我们学播人 我们是跟他们不一样的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呢 这些对于那些功高我慢的人 要真真尊尊善佑 要跟他们讲 放低自己 放低自己 你可以拥有 但是你必须慢慢改掉 不是说你现在可以 没有 但是你必须慢慢改掉 因为你这个功高我慢 会阻碍你学佛精进的层次 听得懂了吗 它的级别 层次 它慢慢会低下来 因为你有成绩之后 你一直高傲的话 你就不会进步了 而且你的境界就上不去了 所以讲到底还是应该去除功高我慢 只是有个循序渐进问题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开始啊 师傅 请上 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就是同兄通过国内待放生之后 孟建瑜在纸上跳动 然后师傅在这个男性解答疑惑当中说 是待放生成功 请问师傅 待放生成功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待放生是有功德的 待放生帮人家做好事 我问你有没有功德了 不是 请待放生的人 比如说 假初前请你待放生 当然在如理如法的情况下 有人见证的情况下 那假同修呢 孟建 一在纸上跳动 那假同修 他通过国内待放生 假同修是否有功德 假同修当然有功德 记住了 任何人做事 都有功德 明白了吗 好的 明白 感恩师傅 师傅在节目中曾经提过 法会的功德不一定会留存很久 那么一般情况下 这个法会的功德大概能留存多少 那法会参加的人数越多 法会的规模越大 那么义工的功德越大 是吗 是这样的 成正比的 我举个简单例子 好 你得了块金牌 你在奥运会上得了金牌 对不对啊 你在2008年得的金牌 和你在1954年奥运匹克得个金牌 你说哪个有效果 是不是 一九五几年得的金牌 是不是 现在拿出来 人家只能笑笑了 哦 就这样了 你比方说 哦你刚刚得的 哦 那不一样的 那新鲜出炉的馒头都不一样 是的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从学友的问题是说 呃 他现在已经 呃 要出让餐馆 已经呢 发出了这个 呃 出让的这个广告 那许愿的 这个小房子竞赠 应该怎么写 还是写 餐馆的要竞者吗 许愿小房子有两种嘛 一个们消自己的业障 一个们就消自己餐馆里的业障 因为这个餐馆它是有荤的嘛 所以你要是一直它有有灵性在里面 它就不让你卖掉 明白了吗 所以 啊 可以写自己自己名字 餐馆的要经者可以的 没问题的 不要写灵性 就要经者就可以了 嗯 好的就是某某的餐馆的要经者 对吧 嗯 嗯 感恩师傅 同修刚才发的一个问题是 嗯 就是 我们这是一个搞研究的同修啊 他说 恶鬼道的众生 他们是不是有这种意识来帮助别人呢 恶鬼道的众生 很难帮助别人的 他没有利益的话 他绝对不会来帮你的 听得懂吗 如果的恶鬼 恶鬼在你身上 他有时候为了利用你去达到他的目的 他会帮助你 听得懂了吗 比方说有些巫婆 他们 他付在他身上 嗯 那么他帮助巫婆看 看了之后呢 人家说 哎呦你真灵啊 然后呢 人家就供养巫婆 给巫婆很多的钱啊 给他的供养 然后呢 巫婆呢就烧 很多的稀薄啊 烧很多的名字啊 给他 然后呢供养他 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供他 那你说 这恶鬼是不是得到利益了 得到利益 他就再继续帮助你恶婆 继续看 现在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知道了 嗯 对 师父麻烦您帮忙解个梦 呃就是 前两天 然后我梦见到我老公就下班回来之后 然后带着 几个同事 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回来了 然后呢 我们俩就一块看电视 然后呢 就是呃 就他的同事 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 就在后面就黑压压的这样 那是 他带来的药精者呢 是他惹来的药精者是吗 他惹来的药精者 嗯 我想想看啊 哦 那那那就是写是房子的药精者呢 还是习我老公的药精者啊 肯定的 跟着他们就是写老公的药精者 嗯 哦 好的明白了感谢师傅 嗯 嗯 就同修胎有一个梦哈 那个同修胎在怀孕之前的做梦 然后梦见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子呢 坐在一团金光里头 那宝宝出生呢 是在农历七月十六 就刚好是周元杰之后那一天 去开礼宿 师傅曾经讲过周元杰附近出生的小孩 可能是小鬼或者是偏关下来 嗯 那请问师傅 那这个宝宝 应该是天上来的吧 不一定的 要看他的情况的 不是完全的 嗯 像这种事情 不是完全的 那从哪几方面可以 啊您说 从哪些方面很简单咯 看这个宝宝既定不既定啊 然后这宝宝来了 经常哭的话 这孩子就 基本上 不是太 来善的 不是善的来的 啊 一般来的话就是 经常会笑啊 给你带来喜悦啊 欢乐啊 这是还债的 一般生出来 一直哭啊哭啊哭啊 不一定会不会讨债啊 明白吗 啊 啊明白 嗯 另外一个问题是 就最近同修发现这个情况 就是好几次在烧小房子的时候 不管宝宝是在隔壁的房间玩 还是 他的爸爸带他出去带朋友家 只要是同一时刻 同修自己在家里一烧小房子 宝宝就哭 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因 一烧小房子 宝宝就哭 那很简单啊 这很简单 身上有小 宝宝身上有小鬼啊 这还不懂啊 哦就是宝宝身上有药丁酒是吧 对啊 否则怎么会哭啊 嗯 这就是一烧小房子的话 宝宝就要了 他就一定要了 嗯 要了就请了 好的 那小孩子我要我要 不是就哭了吗 这还不懂啊 嗯 啊好的 你小时候 你小时候要的时候大概是笑的吧 我要 嘿嘿嘿 我要这个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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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感恩师傅 你每次给你打电话 都是这么傻情 就是在欧洲法会见到你 真的很感动 是啊 我们非常爱师傅 是啊 你们都是学者啊 所以你们其实 一般的都是天界来的 学者都是天界来的 来研究啊 来帮助别人啊 对不对啊 做的不够 像师傅穿会 师傅不备加持 对啊 像你们这些学者更应该 可以把人家顺利 像学者的话 更应该自己好好的努力去度人啊 你们度人 比人家一般的度人会有效果 这样还不懂啊 嗯 对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您请稍等啊 同修正好 呃 请稍等 呃 你看他 师傅您好 呃 同修他从外州接过来电话 您请稍等 感恩师傅 你看他们厉害 师傅请说 他美国厉害啊 师傅您好 弟子姐您请来 哎呦 还接过来 哎 哈哈 厉害啊 嗯 可以问了吗 问了啊 从其他省接过来的 很厉害啊 嗯 家里 家里 家里南边院子外面有个大水塘啊 啊 以及淋水的水塘在院子围栏 三至四米远的地缸 这种水塘在风水上讲会不会不好啊 啊 如何化解呢 请师傅慈悲开示 是 在院子里有个水塘是吧 是的 水塘这个水是死水还是活水了 啊 这个这个同修没说 但是说是下雨的时候会积很多雨水 啊 这个死水塘 这个不好的 像你要记住了 任何的死水塘的话都会给你带来阻碍的 所以你们风水风水学上讲 你的水它本身应该活水 就会给你带来运气财运 如果死水塘的话 死水一塘啊 财运阻塞啊 这还不懂啊 啊 那那请问师傅怎么化解呢 化解嘛就有两个办法 如果能够填掉嘛最好 填不掉嘛种莲花 种那种荷花 种花因为花是活的嘛 对不对啊 啊 经常换水 然后种花 那就种这种水中莲 啊这种荷花啦这种 啊那就 不一样了 要花点花点精力种荷花 啊那这样只要花活了 那么这个水就活了 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感恩师傅此被开示 啊还有一个问题 啊就是有个朋友说 他的家门口 啊出门的右手边墙上 挂了个佛像 一直没有取下来 然后最后啊 住了两只大青蛙 住了很久了 然后同学又不忍心 就是说去动这个青蛙的窝 请问师傅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比较好呢 感恩师傅 本来是干什么的啊本来 就本来是挂了个佛像 可是佛像的后面 就是后来可能就是有了 新妈的动 啊知道了佛像 佛像现在还在不啦 佛像还在 那开什么玩笑啊 你们开什么玩笑 家里要倒霉的 这还不懂啊 哎 你去问问他家里倒霉不倒霉 就知道了 倒霉是小事情了 还是死人的 听不懂啊 那 那请问师傅 可以念小房子吧 听完念不走吗 念不走啊 赶走啊 赶走之后下面的佛像 佛像都不能 不能乱挂的 你不知道乡的佛像 挂在外面都是不礼貌的 听得懂吗 啊 听得懂 怎么都不懂啊 真的 请问师傅 那这种情况下 同修需要念你佛吗 大概是 那有人在念的 要念更好变你佛 二十一遍 二十一遍你佛 串口这个业障对吧 对 嗯 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傅 那师傅请说 嗯 啊师傅 然后就是想跟您说 就是我 我妈妈和我自从修 心灵法门以来 然后有了很多里面的事情 我们非常感恩 观世音菩萨 然后感恩南京菩萨 也感恩台长师傅 啊 请师傅能不能给我 开示几句呢 感恩师傅 开示几句 好好念心经啊 脑子不活 听得懂吗 你自己要记住了 听得懂 你自己要记住了 做人 学佛 要开智慧 我告诉你们 你们所有现在师傅 对你们 发出的 这个这个这个 发出的一个教 教诲 就是叫你们好好的看白话佛法 学佛念经 不看白话佛法 慢慢会 慢慢会迷失方向的 我现在讲话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好好的学 会开悟的 感恩师傅 啊 像你们这些孩子 都是非常纯洁 人们又很善良 很多们都是天上来的 这么多的精英 啊 所以像你们这些脑子 在某一方面特别开窍 但是他不会全方位的开窍 所以 就是没有完全的悟性 所以有时候死脑筋啊 在感情上啊 就钻进去出不来了 听得懂吗 所以 所以你们要 好好的看白话佛法 领会佛法的真谛 开悟本性 你才会慢慢的 啊 对这个世界的 这个真谛有所了解 实际上一切苦空无常 所以你们要 有智慧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有智慧的去度众生 你才能活得像人间菩萨啊 听得懂吗 听不懂 傻孩子啊 我看你们这些都是傻孩子 师兄的名字吧 好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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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美国的是吧 我们还有中转站的真厉害 哎 师傅好 我请收招进来电话 您请稍等 师傅 师傅请说 师傅好 师傅 你好 讲吧 喂 师傅好 给师傅请安 师傅您辛苦了 嗯 讲吧 师傅您要保证身体啊 谢谢 保证好身体 谢谢 嗯 弟子刚刚从欧洲法会回来十多天 好 几乎每天都梦到师傅梦到法会 哎呀 真的是法体充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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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开心了 弟子太开心了 打通这电话 真是太开心 感恩父亲 感恩师傅 嗯 是这样的师傅 弟子在前几天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醒来睡不着觉了 脑袋里一直在想着欧洲法会的事情 嗯 餐饮浪费的那一种 所以弟子讲说跟您 呃 说说这个事情 您给大家开示一下好吗 呃 是这样 这个工修组呢 按照当时报名参加法会的人数呢 向这个当地工修组到餐饮的数量 很多师傅在法会期间呢 感觉不饿 就两个人一合不吃了 这样子 然后就导致很多午餐没有吃完 到晚上的时候呢 再发 到了晚上呢 午餐呢 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已经变质了 那负责餐饮的师傅呢 就不得不倒掉这些变质的午餐 弟子刚刚好就看到这个 倒掉餐饮的一幕 就心里特别的难过 所以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所以回想新加坡法会呢 也曾出现过这种 餐饮浪费的事情 当时看到很多人呢 这个事情在那里呢 就出现跟大家讲说 让大家再多吃一盒吧 就是很是 看了很是 心里不舒服 那师傅从开始呢 法会餐饮领了不吃呢 就会有业障 那参加法会的师兄嘛 那到了这个餐饮 而不去领 让这个食物呢 浪费倒掉 师傅也有业障 师傅能给大家开示一下吗 感恩师傅 那不一样 你不去领了 跟你就没关系了 你领了不吃坏了 你就有业障 听得懂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所以不一样的 如果你今天领了 你不吃 那是你的责任 所以 尽量不要浪费 因为每一个 每一分钱 每一厘米 都是大家的功德 你浪费了人家的功德 比浪费了人家的善事更厉害 你知道人家在做功德 你把人家的功德浪费掉 我告诉你 怎么会没有业障啊 所以有些人 根本不懂这种事情 跑过来 哎呀乱七八糟乱来 好了 你去弄好了 再念经念了半天 你一盒饭倒掉 三张小房子 没了 听得懂了吗 白念 所以不能这么做的 吃不吃不吃的话 你就不要去领 他们没有 他们做出来坏掉是他们的业障 你没有领 就你没有业障 哦 明白了吗 哦 明白明白 明白 好的 谢谢师傅 小燕师傅 那弟子还一个梦 关于名字的 啊 弟子呢 前两天梦到和一个师兄 带领一个小弟的同学去完成一项任务 然后跟大家说往山上跑 看到谁也不要去游泳 就快点往山上跑 但是到最后到达目的地 只有弟子一个人 那个面前呢 出现了一个古城堡 弟子就站在那个城堡里面 那个城堡就像迷宫一样 有很多条这个通道 在中间放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手势盒 是木头做的 这个手势盒上面有一个铜眼 然后弟子就拿出一个铜钥匙把它打开了 里面呢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呢白色的塑料的小帮筒 下面呢连着好多这个小细的管子 每一个管子上都有一个标志 这个时候旁边出现了一个男同学 弟子意念中呢感觉跟他是一起的 弟子就对他说 师兄啊这个您可以完成就交给师兄了 然后呢自己就没有去理这件事情 就转身去看手势盒里面的另外一样东西 那另一个呢是一个白纸卷成了一个纸筒 打开了以后呢上面写的那个叫 一个叫一金的一个女孩去到了哪里 当时同学在想说 这个名字怎么跟我实在 这以前的名字是一样的 然后就醒了 那师父这个梦感觉就意识了好多的含义 你能跟弟子讲一下这个梦吗 很简单啦 那就是你呀 那就是你呀 人家说强保中生啊 其实就是说 你可能在过去生中 或者你在天上 我告诉你下来的时候 特别给你一个护生福 这护生福就是你的 保护你在人间的一切都平安的 所以你自己想一想 你碰到好几件事情差点过不来 是不是无情当中有人保护你啊 是的 是的 是不是化解了啊 是的 好几年差点就没用了 对啊 就像贾宝玉挂的那个玉佩一样的 就像这种都是天上下来的时候 因为在天界里边他也有亲人的 所以他不放心啊 你下去之前 大家送一样东西给你 但是这个东西呢 又不能给你带到人间的 只能在你的灵魂当中 所以在你明明灵魂当中 已经有一个保护你的东西 所以你在梦中可以得到它 看到了就是你 听得懂了吗 嗯 所以你啊 听到了 所以你除了 所以像你这种人 你记住了 你不能感情上太烂的 你要是感情上太烂的话 我告诉你 你会把你收回去的 嗯 你就像 嗯 你就像 你就像像当安邓王妃 他也是的 他这不就收回去了吗 感情上的太东西太多了 听不懂啊 嗯 明白 一说目就收走了 嗯 那弟弟 需不需要把这个名字 因为自己现在 名字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就是 但是没有声闻 现在还能叫 需要叫从以前的名字吗 还是保留现在的名字 我觉得你还是 现在的名字继续下去吧 因为 过去的名字一叫的话 天界经常会有人来看你的 嗯 也不是太好 因为这个名字 这是你天界的名字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一直感觉改名之后 13世以后 改成新家的名字以后 就 从学习课方面来讲 都不是很顺 是吧 那你之前 13世以前 那个名字是很顺 那你就改回来 那要改回来 听不懂啊 不改回来是吗 那当然改回来 那不好呀 不好当然改回来 听不懂啊 嗯 那该在声闻吗 声闻 要改回来还得声闻 还得声闻 啊 哦 这个名字是那个 三个字的那个 鸡 啊 您看这个名字好吗 姓什么啦 我姓鱼 鱼 鱼金啊 叫鱼金啊 鱼金好听啊 以前的名字 嗯 鱼金 鱼金啊 你怎么不姓水的啦 姓水也蛮好啊 叫水晶啦 哈哈哈 你现在的名字是鱼亮 是一个鲸 一个鲸 一个鲸 一个鲸的鲸 加一个载鲸的鲸 是鱼亮 鱼金 鱼精 鱼 鱼 诶 师傅 我在帮你想啊 鱼精也不是很好的 鱼精也不是很好的 要当中再加个字 对 因为是两个字的 不好呀 要三个字 对 您帮我选一个好吗 师傅 现在不可能的 现在怎么选 我帮你选了 你自己选 选了我帮你挑吧 以后 以后再打电话 我选有带银字的 带银的银 草的草的草的青 草的青 鱼精精 你觉得这哪个字比较好一点 我可以用的 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哦 青精 青精 鱼青精 鱼银精 银最好吗 师傅 鱼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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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你这个三个字热是热了一点 不过你这个人是属于 还是属于凉的 所以用三个字问题也不大 对 就是这个精子放在 放在最后就不好听了 鱼盛 鱼盛 鱼精盛 鱼精盛也蛮好 把这个精 那叫鱼露精好不好 师傅 露是着露 你自己听听好不好 鱼露精 哈哈哈 你这都不起个鱼妖精的 哈哈哈 露 露也不好啊 傻姑娘 你为什么非要把精放在最后呢 你放在当中也可以啊 哦 那有个名字叫鱼精月 鱼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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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这个月 用王子边旁一个月亮的月 我帮你调和一下 那里三个太阳一个月亮 我看蛮好的 阴阳调和 五行生 也蛮好 相生 五行相生 你不喜欢啊 鱼精月 不好啊 呃 我就没想起 也不好 这三个字的比较 您说到晚您能站得住 因为我身体不是很好 尤其您上面跟我说过 心脏都是供血不足 对啊 这个很麻烦 起名字的事情 师傅一般不给你们起的 因为起的话 对 很麻烦的 要到天界啊 再到下面啊 再去弄 这么这么弄一下 花很多精力 而且至少四五分钟了 要 嗯 明白了吧 嗯 嗯 你自己去想吧 想出来之后 慢慢再 传过来之后 我看看 帮你挑一个 没问题的 好吧 你传到秘书出来 我帮你挑 我帮你挑一个吧 OK 我发邮件给您行吗 师傅 可以啊 你发邮件的时候 你写明 上次电话里 因为没有时间 否则 否则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你 明白 好了 嗯 明白 感恩师傅 非常感恩 好了 师傅 嗯 师傅您可以挂电话了 好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 好 请问 能不能就是念 和这几个老板的解节奏 108遍 连续念7千 然后再转为49遍 这样念的话 会不会反而激活 这个厄缘 不会了 不会了 不可能了 可以连续念108遍 没问题了 好好的念 自己们放开一点 吵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就想想后果就好了 吵的时候我们不想够果的 等到后果来了嘛 又害怕又吵鱿鱼了 你做凉手准备就好了 吵了就吵了 吵了再去找 那你就放开一点了嘛 也不要吵架 听不懂啊 嗯 对我们这个成熟脾气还蛮倦的 蛮倦 蛮倦嘛 自食其果 听不懂啊 蛮倦的人多呢 还有人在感情上蛮倦的呢 都是当生女人了 活该 满倦了 什么叫满倦啊 就是不想改 碰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就会改了 没有自己的利益就不会改 如果他自己为了孩子呢 他跪下来都肯的 是的 师傅讲的对 感恩师傅 嗯 嗯 刚才有个同学发一个问题 嗯 就请问师傅 大家在公修会中付出 有些不同的意见发生 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 没有对错 只有因果 那发现念姐姐就有的时候 也是很有效的 嗯 同学请师傅 开始 感恩师傅 那当然是因果了 这个世界上因果定律啊 丝毫不爽啊 对不对啊 你要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有因就有果 上辈子的因 接着金氏的果 修行当中同样适用 好了 明白了吗 啊 好了不能给你们问太多了 明白 因为因为因为 因为很多人要打死 非常感恩师傅 好吧 请您多保重啊 师傅 也请您慈悲加持 能够 弘法更加盛利 能够度到更多的严重生 非常感恩师傅 你们很乖 好好努力 感恩师傅 可以 可以 好的 可以 那就这样了 好吧 嗯 他们厉害 哎呦 他们美国很多 53个地方 53个州 就有很多 我们几乎每个州 都有我们 心灵法门的供修会的 他们这些孩子 而且都是高精尖人士 搞科研的 他们很有脑子 他们 而且你看他们用 这种方法 在帮助人家 直接跟师父沟通 过去我曾经 跟他们搞过一个活动嘛 他们53个州 多少个州连线 一起回答问题 问啊 每个地方都好听 就是这种电话的这种设备啊 所以这个现在的科学真的是不得了 所以要为众生服务才对 哎呦 没办法 这个 好好的修行呢 能够让人呢 精进 如果把这些聪明的台词用到赚钱啊 一日三餐啊 整天是 这个这个 这个 想想 从人家身上得到很多的利益 这种人 讲老师 活在世界上真的 轻如红毛了 我说 白活了啦 帮助不到别人的人是白活了啦 一个人自私的人呢 真的是很可恶的啦 给这个社会只能增加负能量 增加垃圾了 嗯 师傅 你好 哎 师傅 你好 啊 在感恩观世音符的感恩师傅 啊 呃 师傅 我那个 师傅有一个佛萨接受到了一段开始 然后听师傅听一下是哪一位佛萨开始的 嗯 就是 要记住当今社会 你嘴巴 哎哎 你嘴巴靠近话筒一点 哦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 嗯 要记住 当今社会 人会嫉妒人 人会看不起人 人会觉得自己骄傲无比 这就是傲慢 学佛的最基本初心就应该是众生平等 无有分别 修心修的是什么 修的是智慧 修的是圆容 修的是般若心 慈悲心 一个人一旦有了分别心 就会看哪里都不顺眼 起初是表面上的 然后开始内在的也看不过眼 这样就叫做分别 有了分别心才有了忘心虚妄的心 今天学习了一点佛法 拿自己学习的一点点知识来攻击人家 这样不叫开悟 什么叫开悟 师傅天天给你们讲 佛友之间要友善 要君子之交 不要过深过浅 否则哪一天恶缘来了 两个人连佛友都做不了了 要长思挤静 自己修一修 自己观一观 自己对照着菩萨的样子 看看自己像不像菩萨 看看自己的思维 修得怎么样了 有些人表面上做人很到位 大家都说他很好 但是他的内心修得怎么样 谁又会知道呢 要长思挤过 静下来的时候想一想 我自己到底哪里做的还不够好 我需要怎么样去改正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要成为菩萨的人 所以我的心必须时刻以菩萨为榜样 师傅为遵照 严格的按照师傅教授的去执行 一定不要做表面上的功夫 很多人学佛做人真的很会的 我用一个不太贴切的词 演员来形容 不要把自己当成演员 一定要记住 尽管你在人道修得再好 你人做得再好 菩萨的样子没有修好 也不能够成为菩萨 菩萨的成就除了功德 还有自身的修为 并不是大家感觉很努力的样子 那只是装样子 真正修出来的才是真本事 这个世界上 人跟人全部都是缘分 佛有间也是一样的 一定记住 不要做秀 真修实修的人 才是最后上天的人 不要以为拜师了 就万事大吉 拜师之后只能说 你比别人更加具备了上天的资格 但是你们要在人间勤修苦练 一定要珍惜此生 一定要多做功德 只有功德 才能够是帮助你们上天的资良啊 无论如何 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做功德 好好哄法度人 跟好你们的师父 好好努力 不管未来如何 都是因缘 希望大家今生能够成就圆满殊胜的佛果 成为天上的菩萨 阿弥陀佛 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是哪位菩萨的开示 你还不知道啊 都在圣佛吗 都在圣佛吗 还是观世音菩萨 哈哈哈哈 这不是菩萨讲的 啊 师父 这是你师父讲的 你看看 你看看百花佛法里面全有的 哈哈哈哈哈哈 感恩师父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傻的嘞 都是我讲的 嗯 听得懂吗 嗯 卢战圣佛讲的 卢战圣佛 哈哈哈 感恩师父 师父里面就是 呃 讲到就是我们做人 就是一定要 要要那个 不要做表面功夫 做人八面玲珑 没有用 要做菩萨 还有就是要真修实修 不是修给别人看的 你还加一句了 我最近又开始了 嗯 人做的再好 你最多在火葬场 搞一个追悼会的时候 人多一点 有什么用啊 你最后还是下去 你要记住了 不是做人 做人 你下辈子再投人道 你要做菩萨 下辈子才能到菩萨道 你要做佛 才能做到佛道 所以做人做的好 有什么用啊 八面玲珑 最后全部被人家暴露 说他不好 假的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啊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嗯 师傅 就是这边有两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提的两个百花佛法的问题 就是关于念经的一个问题 以前师傅开示 就是说我们念经的时候 嘴巴要念得清清楚楚 耳朵要听得清清楚楚 心里要明明白白 然后在白花佛法第二次45篇里面讲到 无念就是有念 无德就是有德 这边讲的就是念念无念 说到念经的时候 就是自己在念好像有念 念念念到后来就没有念头了 这个叫无念学佛 然后同修想问的就是 我们有时候做事的时候 念经念的比较快 念的时候也不知道念的经文 是什么意思了 念了像没有念一样 这也是念念无念吗 如果念到后来 自然的在念了 也可以说是一种 行为上的念念无念 明白了吗 就是说 不是意识当中的 是行为上 因为你在念经 这是一个行为 念经成为一个行为 明白了吗 如果你的心里 自然出来的东西 那就是念念无念 比方说 人家摔倒了 你想都不想 就去扶他 和你想一想 再去扶他 一个是有念 一个是无念 明白了吗 嗯 就是有时候 那个做事情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在念经 自然而然 就把经文念出来了 有师兄看到提醒后 才知道自己是在念经 这就是大的 达到了念念无念 是吧 对啊 你已经念经念的了 就像你在梦中 你梦中碰到 不开心的事情 人家追你了 你第一个想到 观世音菩萨救命啊 马上念大悲咒了 你这个已经是念念无念了呀 你的念头当中 已经储存在你的 八十天中了 只要碰到这个意念 马上就跳出来 就自然 自然成出来 就是成形的一种念经法 我们说念念无念 就是这样 自然形成的 对就是 就是在梦中的时候 经常晚上做梦的时候 在梦中在念经啊 醒了都还在念 哦呦 这是 这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了 很好 嗯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还有一个同修的问题就是 白化佛法 原起是意识形态的 开始里面说 修行人要修到自己 无所求 没有目的的去修 最后就达到觉悟的最高境界了 同修想问的就是 但是我们修行修行的目的 不是要脱离六道 永不轮回吗 同修问 修行不是有目的与目标的吗 修行没有目的与目标的话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修了 对啊 修行怎么会没有目标呢 你要成佛 成菩萨 对不对啊 你要脱离六道 怎么叫没目标呢 有目标有什么不好呢 你现在的问题你再讲一遍 嗯 就是里面讲到 修行人要修到自己无所求 没有后地的去修 哎 这个是你们的概念线 逻辑性的混乱 嗯 无所求是讲人间的欲望 嗯 不求人间的欲望 求的是这些 而那些目标 它是正能量的 对不对啊 它是精进修行的一种 它已经不是属于有求的了 为人家为众生的不叫求 比方说师父天天 归在菩萨这里 啊希望 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你说我这个是有求吗 你这还不懂啊 哦 嗯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嗯 嗯 还有一个请师父慈悲开始一下 就是自信和自信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联系吗 师父 自信 自信什么意思啊 自信是通过外界的反应 传承到自己内心 通过内心的感悟 而由然产生的 一种对某一个事情的认可 和想象和愿力 我必须要去做 自信 就是本 这个是自信 如果自信呢 就是你通过内心 所发出来原有内涵的一种本性 自然的 啊 比方说佛性 比方说你很慈悲 就是从你最本源的佛性上来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那师父可以就是说自信可否 就是理解为 就是田七十 那那个自信的话 就是阿赖耶十和第九一 是本质具足的是吗 师父 对啊 你们这真的很厉害 学佛都能学的这么高水平呢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一般人能学的出来的 哈哈 很厉害 谢谢师父 所以我看看你们这些都是高精尖人士 都很厉害 感谢师父 嗯 师父还有一个现实中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想改名字 然后取了六个备用的名字 但是师父没有看图腾 同修也没有敢改名字 同修两个星期前求过菩萨给个提示 十一号的早上做梦 在梦里的话就有六个备用名字 同修只记起了最中意的那个名字 叫鱼翼红 是干钩鱼 翼是容易的翼 红是红法的红 然后师父就说这个名字不错挺好 然后师父突然又说 要不你改名叫舍宝塔 然后梦里同修的意识里出现了一个金色的舍利塔一样的东西 师父接着说把你宝贵的金塔舍出去 舍出去你就有很大的福报 然后师父还说了一些话 但是同修记不清楚了 同修答应了改名叫舍宝塔 过了几秒钟突然想起来了 自己不姓舍姓鱼 刚想问师父可以叫鱼宝塔 结果就行了 请问师父 这个鱼翼红这个名字同修可以用吗 当然鱼翼红了 鱼翼红里边就是有舍宝塔的意思啊 哦 师父这个意思还不懂啊 真的叫你姓舍啊 你索性叫栗子算了 叫舍栗子们好了 哈哈哈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 还有还有一个男同修的一个问题哈 他就是他他自己在念经的时候 就最近啊在念经的时候 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就升到了空中 到了虚空一样 然后佛祖的身像就进入了他的身体 然后身体巨大 盘坐在虚空中 眼前能看见地球 但是地球显得有点小 像是佛祖掌中的一个球 还能明显的感觉到中国的位置 佛祖好像是石头做成的一样 但面容显得特别的安详 但是在头顶上有一层很长的云层 好像是个分界线 云层上又是另外一个 一个境界非常的光明 然后他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提师父图备开始 这很简单 他在他在天上了 已经在天上了 他在很高的天了 说明他的灵魂已经进入很高的天了 他你刚刚说的这些东西 师父都看得到的 哦 非常好 其实地球在佛祖的手中 就跟人家说了 真的就是这么像一颗一颗小豆子一样的 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啊 明白了吗 太多了 明白了 根本不值得 所以人很可怜 就像一个蚂蚁 蚂蚁国的皇帝 他觉得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 他通过一个星期的努力 终于搭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房子了 第七天垃圾车来了 把他的整个就扫掉了 人就是这样的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实际上 在天界看起来只有小小很微妙微诚啊 明白了吗 对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师父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两个梦境 请师父慈悲开始 就是有一个精进的女童修 她做梦 然后梦到有个声音对她说 将她的弟子证 然后换成了一个绿色的通行证 还有就是和另外一个 因没有吃全素 导致莲花掉下来 但这次马来西亚法会 又刚刚重新拜世的女师兄一样的 请师父慈悲解谋 很简单了 如果莲花 如果莲花变成绿色的通道了 那就说明她可以上天了呀 她就是 她想请问师父 那个这个精进的女童修的弟子证 然后换成绿色的通行证 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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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的通行证呀 本来就 本来弟子证 如果你保护的好的话 它就有这个功能的呀 嗯 听不懂啊 嗯 感谢师父 就重新拜师的这个女师兄 她这一年来精进的修行 发行度人 现身说法 默默的做了很多功德 所以菩萨慈悲 让她这次重新拜师 请问师父 她的莲花是否种上去了 她想请师父 那肯定的嘛 肯定种上去了呀 嗯 怎么会种不上去呀 你重新 重新拜师的话 你有这个缘分 重新拜师 你一定种得上去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同修啊 她结缘了法师的小房子 然后上香问菩萨提示 梦境质量如何 然后她梦境就梦到着火了 请问师父小房子质量如何 小房子着火了 不是小房子着火了 就是在梦里面梦到着火了 梦到着火 你说呢 嗯 我觉得应该是小房子质量不好吧 你首先问她 什么样的房子着火 是她家的房子着火 还是外面的房子着火 啊 小房子质量可以的 哦 可以的 哦 谢谢师父 因为小房子本身 因为小房子本身就是 就是要最后要化掉的嘛 就是火呀 嗯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还有一个梦境就是 有一个女同修她做梦 然后梦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声音 对她说了一个数字 二四六三 在梦中就想这是什么呢 是小房子数量还是其他 是与谁相关的数字 有一个声音在梦里告诉她 是你至关重要的一个人 做梦的女同修 梦中想到了另外的一个女师兄 请问师父 这个二四六三的数字 该怎样理解 二四六三有可能是小房子的数量 哦 就是说她如果跟 命坑当中跟某一个人 冤界特别深 不管是善缘恶缘 她必须近视化掉 可能要就二四六三小房子 哦好的 好的感恩师父 就是慈悲开示 有一个有一个同修 她有个小同修 然后她梦到自己出家了 然后清晨要去拜观世音菩萨 然后送她去的是斗战圣佛 请问师父这个梦 是那个玉是梦 还是田是梦 田是 田是他跟斗战圣佛非常有缘分 可能他到人间来 让他来弘法 让他以后回去做菩萨 成菩萨的话 斗战圣佛作为他的护法 把他送过来的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今天的问题问问 哦对了 对了对不起师父 还有一个师父那个 就是感恩现在这个 就是这个同修住的这个房间的气场怎么样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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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啊嗯 那个他那个房间里面设了一个波台 然后这个波台的气场怎么样 嗯还可以啊 阳光还蛮有阳光的 哦好的 谢谢师父该师父没有问题了 好了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这些孩子都要乖一点的 啊 你们这些都是非常有 有本事的这种女中精英 女中豪杰 都是 都是很厉害的女孩子 你们能够现在学婆 这真的是不容易啊 真的是 赶快要找到家了 不能再这么迷惑了 所以你们这些人感情都不好的 好的 太高傲过去 听得懂吗 对不起对不起师父 嗯 我错了 总算现在能够变成这样 师父也非常欣慰啊 明白了吗 嗯嗯 感恩师父 谢谢师父 好 感恩有您 师父谢谢好 再见师父好 再见好拜拜 喂你好 喂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师父好 你好 师父 啊 师父 来请讲 我想 帮同修 问几个问题 想吧 啊 啊 同修吃素六年多了 一直坚持念经放生 但最近一个月总感觉肠胃不舒服 吃了东西堵在堵在里面很难受 甚至要吐出来 人一下子受了很多 做了胃镜 查出胃部的幽门梗阻 还有十二指肠溃疡 想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什么原因导致的 就是长期的对胃保护不好 和吃凉的东西 然后呢吃的太饱 有时候吃的太少 有时候到吃饭的时间不吃 长期的对胃保护不好 所导致的 这是从人间的医学卫生上来讲 听得懂了吗 嗯 还有过去吃荤的 都会对肠胃不好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你要说灵性的话 那要看的 如果有灵性的话 会导致你的肠胃更加不好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主要还是 第一 身体也有病 再加上有灵性的话 它会让你这个病情加重 现在至少你的胃一直不好 现在一定有灵性 让你这个病加重 听得懂了吗 对 那他感觉 他感觉 曾经伤害过的众生 来要进 看见了吗 他已经感觉到了 那就肯定了 赶快念小房子了 那有什么办法 不念小房子怎么办 嗯 像中一般是要做 这样比较 二十一张二十一张一波念啊 至少念五波啊 没有五波过不去的 听不懂啊 他还感觉到 替孩子被业了 因为孩子从出生的时候 肠胃就不好 今年九月孩子满三岁 重修给孩子面经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肠胃不舒服 我就告诉你了 他的肠胃过一段时间 不是不舒服 他如果 小房子不赶快加进烟的话 他肠胃里会长东西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会告诉他 让他听录音 叫他赶快听录音啊 嗯 如果他吃那个香沙养胃完 可以没有 可以可以赶快吃啊 赶快吃 呃 那个什么 一神菌那种之类的呢 先不要吃 就是香沙养胃完 一天吃三到四顿 多吃一顿 哦 没问题的 四顿 吃不坏的 嗯 好 好 好 下个问题 呃 就是 呃 那个 同修站在高处 或者下楼梯的时候 总是有一种害怕跌下去的感觉 甚至腿都发软发抖 请问师傅 这种什么原因啊 是不是 他灵魂失去了气场的支撑啊 哈哈哈哈 你都妈会编的嘛 灵魂失去了气场的支撑 哈哈哈哈哈哈 你妈会编的嘛 这个就是这个 哈哈哈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 晕高啊 怕高啊 你如果老王 恐高症 恐高症啊 恐高症嘛 就是血压不稳定啊 还有 哦 还有就是思维里面 思维里面 有点分散 所以你去看走路 走楼梯的时候 有人 人都是摔跤的人 都是思想不集中才摔跤的 嗯 嗯 没什么大 那这个最近后 上天是否会有影响啊 不会 不会 没有影响 上天 上天是上天 这个跟恐高症没有影响的 恐高症跟他过去生中 至少在人道里面 啊 在高空当中受过些惊吓有关系的 嗯 嗯 啊 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 嗯 嗯 同修之间相互 呃 指出对方的漏袭 并试图让对方去改正 这样会不会替对方卑异啊 不会的 指出他缺点 如果你不带私心 真的是为他好 那就没有什么业障 嗯 嗯 最后一个问题 师父开示过 慈悲喜舍 四个字之间存在 寂静的关系 心中拥有人爱和尚 呃 容易产生 悲悯众生的心 呃 自身发起了 呃 容易产生 容易生出 不思的心 请问师父 精灵法门三大法宝 半生 许愿 念经 这三者之间 师父也存在这样的 寂静关系啊 对啊 当然了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了 许愿放生念经 对不对啊 放生是什么 慈悲众生 对不对啊 许愿是什么 为了众生 才许这个愿 最后是什么 最后是念经 念经为了什么 自助度人 是不是有地经关系啊 而且这个三个里面 都有慈悲喜舍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许愿 是不是有悲悯心 有慈悲心啊 对不对啊 嗯 放生是什么 也是慈悲之心啊 对不对啊 而且 放生是不是欢喜啊 我把他们救了 是不是欢喜心出来了 对不对啊 还有念经 念经 需要舍掉 舍去自己很多的毛病 舍去很多自己的时间 来念经 来成就众生 成就自己啊 这不是慈悲喜舍吗 嗯 嗯 对 嗯 嗯 请问师傅 那个慈悲喜舍 这个字 刻在佛台上可以有没有 刻在佛台上啊 怎么叫刻在佛台上啊 放在佛台上啊 就是 就是 雕刻 刻字 嗯 你要是放在佛台上 就变成做法器了 嗯 嗯 啊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嗯 那如果已经刻 刻上去了 刻上去了 就送给人家 放在家里也没关系啊 放在家里 平时放在自己的玻璃柜里边啊 作为激励自己一种啊 就工艺品啊 一种激励一种 像这种slogan一样 比较标 标语一样的 明白了吗 嗯 啊好好好 啊 师傅没有问题了 啊等一下师傅 师傅等一下 师傅好 你好 师傅好 师傅我想问一个 有一个法法的问题啊 嗯 我说 经常听师傅 听到节目里面 听到说 很多师生把这个 哎 王人哪 操作到阿修罗道啊 因为这个王人的境界不高 或者的根基不好 也就掉下来 也操作很辛苦 他也得操作天上 嗯 后来我要想啊 师傅也讲过 当这个天人想 天福想完之后 他就得掉下来 那么我就想问了哦 能不能那个 我们这样子 能不能 哎 求菩萨 把王人就抛逗到一个 哎 学佛修心很好的家庭里面去 让他成为他们家的孩子 以后他们就 跟着他们就 就就修吧哦 修的也许还可能 这样还可能 一时修成的 这样子可不可以呢 你能保证的啊 你有求必要的啊 不能保证的 可以 让他到阿修罗 你就享福孩子不很久啊 像阿修罗了 阿修罗 你就算 阿修罗给几千年的寿命啊 阿修罗里面 你自己 如果哪一天 闻到佛法了 也会上去的啊 这个几千年 几千年的寿命 在这个天上的话 有哪一天 只要有缘分了 他就上去了 你要是投到人间来 很短哪 几十年 你要是碰不到佛法 你就一生就完了 你真聪明啊 你还会编哪 那你说 到那个什么 学佛新生的人家去啊 肯定菩萨知道 拿吉亚的修得很好的嘛 哦 学佛人家里 不一定孩子能够学佛 听得懂吗 哦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还是要 把黄人去到好的地方 好了 好了 叔父 感恩叔父 人家好爽 再见啊 再见啊 好 叔父保证身体啊 好 叔父保证身体师父 啊 再见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节目到这结束了 非常 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